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将委任志愿福利组织 从明年起设立寄养支援机构 以吸引更多的父母提供寄养服务 当局将投入800万元 展开这项三年的试点计划 自愿福利团体设立的寄养支援机构 除了吸引更多父母提供寄养服务 也必须评估寄养父母的人选 并定期为寄养父母提供辅导 提供照顾孩子的心得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生 在一项社会工作者研讨会上 宣布这项试点计划 不 matter how hard we try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artificial the mos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perhaps the best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in need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is a homely environment our challenge is how can we recreate or provide an alternative homely environment to the vulnerable children in need 我国目前有235个寄养父母 6岁以下的有需要孩童 是主要的受惠者 陈振生希望 接下来几年 寄养父母的人数 能增加一倍到500人 这一来 即便是超过6岁的有需要孩童 也能得到寄养服务 一旦寄养支援机构重点协助低风险儿童 儿童院就能集中资源 帮助高风险儿童 老师 第一次接下来就有一个 《上面在两年手乱中药寻臨》